奥斯卡 粉红香肠 帮你 趁大家都在关注幽冥白虎 来发放粉红香肠 小三的时机选得很好啊 好一个疑点破灭 扬长逼短 宗主 您说得果然没错 团战中控制戏魂尸的作用 果然是威力无穷啊 最强的异点 往往也是最弱的异点 幸好忽颜立双臂虽舍 但性命无忧 只是一时剧痛晕绝 那便好 忽颜宗主也不必过分担忧 相甲学院还剩下四人 也许赛矿还会回转 我们继续观战吧 是 必消 大哥 他们都破坏了雏龙 开始刀鼠 如 五 四 三 二 一 现在宣布 预选赛第二轮第一场 史兰克学院对阵 相甲学院 史兰克学院上 小三的战处很好 他清楚地知道 忽颜立不仅是相甲队的队长 核心 也是他们的灵魂 可以说是对手最强的一点 最重要的一环 一旦纠缠住忽颜立 对手完美的防御阵型 就会立刻遭到破坏 我们一定会很快再见他 好 随时欢迎 小鹏 杀鸟 小鹏 杀鸟 史兰克 小鹏 杀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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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九宝有名 三约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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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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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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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荣荣说 想要掌握好分心控制 首先要有极强的大局观察力 在飞刀击中落叶的同时 释放蓝阴草缠绕这三根木桩 入门的修炼便是同时完成 对不同目标的精准攻击 既要一心多用 又要面面俱到 果然很难 不但对精神力要求很高 同时还要有极好的反应能力 怎么 找不到感觉吗 老师 要想练好分心控制 首先不是要去控制 而是要去感知 感知 就是这样 放松下来 想想我和荣荣昨天说的内容 对需要不同辅助效果的目标 进行相对应的精准辅助 这才能将七宝琉璃塔的辅助能力 发挥到极致 小三 用心去把握周围环境的变化 武魂能够增强你的一切属性 包括感知 心上三角 起通就绪 长官 不好 倒是用分心 要用不同层级武魂 倒是用分心驾驭 魂手的精神力 同时发动 就相当于同时驾驭 这样会比平时需要 更强大数倍的精神来控制呢 否则 你反而会被魂力返过来吞噬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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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